糖尿病患者協會說 本澳近年糖尿病患者有年輕化和生產的趨勢 主要是與飲食習慣轉變有關 兩安期報導 根據國際糖尿病聯盟公佈數字 目前全球有近2億5千萬人患有糖尿病 而在糖尿病患者最多的5個國家入面 中國是其中一個 糖尿病患者協會副理事長吳浩說 近年本澳患糖尿病的人不斷增加 更出現年輕化的趨勢 可能與到市人不注重飲食健康有很大關係 其實是關乎生活習慣的 主要是生活習慣 因為社會進步了 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出現了飲食方面比較沒有那麼注重 還有運動減少了 他說糖尿病是一種常見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 若不加以重視 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而為了提高市民對糖尿病的關注 衛生局聯同糖尿病患者協會舉辦 聯合國世界糖尿病日教育宣傳活動 大約300多名市民出席 歐門 大約300多名市民出席